大法古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佛教徒的国际观 在现在的世界里呢 国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 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的佛教徒 为了要弘扬佛法 做画室度众的工作 除了要具备佛学知识跟慈悲心之外 也必须具备国际观 那么究竟什么是佛教徒的国际观呢 它的范围跟标准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宫庆圣言法师为我们开示 国际观呢 就是不要把自己 老师啊 就现在封闭在自己的生活的圈子里边 自己生活的国家的里边 当然现在的人还是要有国家观念 也要有乡土观念 这是正常的 可是呢 眼光要放得远 要放得大 那就是估计上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应该知道 说为什么是经济的 政治的文化的 政治的文化的 那这宗教的种种的呀 事情啊 潮流啊 都应该知道的 要不然的话就变成了闭门造居 或者是呢 坐井观天 是啊 非常的小气了 所以现在的人 都应该具备呀 有国际观的人 那国际观是从哪儿来的 第一个呢 我们要多主动的去寄出啊 国中国阳的国际上的资讯 那有的是从啊 电视的媒体上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国内的电视媒体呀 还是不够的 那现在呢 经过通过啊 有一些所谓网路的 这个交通啊 也可以得到顾及的讯息 那么从报章杂志啊 书本啊 可以得到顾及的消息 还有呢 出去旅游啊 出外旅游啊 也可以得到顾及的消息 不过呢 有的人呢 看书看到很多 都是看连换图画 看到一些啊 消遣的刊物 他们这种人得不到啊 国际观 有的人出去旅游啊 全世界都玩过了 回来的时候 问问他世界上有什么事 他看到的旅馆 都是差不多的旅馆 飞机也差不多的飞机 火车也差不多的火车 汽车也差不多的汽车 穿的衣服 差不多都是穿的这种衣服 房子啊 有的高 有的矮 有的低 有的小 有的大 看来看去都是一样 山 在这个地方的山 在那个地方的山也差不多 好多人啊 中年在外边旅行 问问他国际上有什么事 咋样 为什么 他没有过机关 虽然 所以行万利路 多万捐书 不一定有过机关 那 要有过机关 一定是 是国际上的大事情 是什么 是思想的 文化的 艺术的 宗教的 政治的 经济的 像这些大事情的动向是什么 潮流是什么 主流是什么 这些都叫做国际观 因此呢 如果能够懂得集中啊 不同的 各家的地区的语文啊 那就更好一些 那个可以直接啊 来接收 这个 国际上的资讯 那看书啊 说开卷有意 不一定啊 有的人开卷有一朵贤书 是无聊的书 是做的没有用的 这是浪费时间 消磨时间 并不能够增加 你的国际的视野 所以这些东西呢 最好少看啊 要看的 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思想性的 或者是呢 就是现代性的 就是七意性的 宗教性的 哲学性的 文学性的 这些呢 就是所谓间断科学 有些间断学问 这个都是从国际上过来的 我们台湾产生的 所以间断的东西是不多的 间断的东西 所以实在的间断 都是国际上转过来的 那现在很多人呢 就知道国际上的 有名的人是电视明星 电影明星 这是有名的 网球明星 是这个拳王 这个知道这些 而不知道啊 所以国际上的 一些大学问家 知名的大宗教家 不清楚 大宗教家不清楚 这个就叫做没有古籍观 这知道这个 什么研的吗 什么最后一滴学 那个什么叫什么名字的 我不记得 反正是只知道这么一个名字 那这不是古籍观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来 讲副教的古籍观了 副教徒需要有古籍观了 也就是说副教徒不要 这个闭关自首 我们要知道 副教的世界 也就是世界上的副教徒们 在做些什么 世界的副教徒们呢 在想些什么 正在向哪个方向来走 这个是副教的一股机关 另外副教徒也要有 副教的宗教的股机关 站在副教徒的内场 知道宗教产生的什么现象 比如说我们台湾 现在有许多的新兴宗教 有的是从国外来的 有的是从本土长的 有的是本土的人 基因的外边的宗教 在本土成长的 那么在外国 这些宗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我们要了解他们 虽然在台湾说的了不得不得了 但究竟他们不得了 在国外估计上怎么样子不得了法 在台湾是不得了 但在估计上评价是什么 那这个叫做古籍观 另外呢 既然有古籍观的一个宗教观呢 我们对于任何宗教不排斥的 而要先了解它 究竟他们葫芦里边买了一些什么药 这些葫芦里边买的药 你不要去买 向他们买药 而只是说 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做些什么 以副教的内场来看 他们做的像副教的哪一部分 不像副教的是哪一些 如果知道这一些的话 也可以说是 一个副教徒的宗教的古籍观 我没头发